1月31日,北京中和国安俱乐部发布官方消息,李可、侯永勇正式加盟球队。 官宣海报上醒目的五星红旗预示着这并不是平常的转会。 李可和侯永勇的加盟让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规划足球运动员。 不论对于球员还是俱乐部,这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侯永勇出生在挪威,曾效力于挪超联赛。 李可出生在英国,之前效力过英冠球队,父亲是塞浦路斯人,母亲是中国人。 其实,中和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早在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关注李可了。 因为在这之前,他在足协会议上已经知道了有关落实规划球员政策的消息。 在得知李可具备规划条件后,李明和团队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我们得到的信息,他有中国血统,那么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些分析,我们跟吉卢一起做了一些分析,那么也做了一些跟踪,那么其实我们对他做出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评估。 同时,我们在报完之后,中国血统也对他进行了一定的观察跟沟通,所以觉得这个球员的能力还是具备了在中朝立足的,以及能够未来是否能够代表国家,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他也跟他进行积极的沟通。 而对于李可来说,他也一直在寻找着能够代表中国国家队踢球的机会。 所以,当得知自己有机会成为中国籍球员时,他非常心动。 而就在去年,李可还来到过工体,观看了一场国安队的逐场比赛。 这场比赛过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来中国的决心。 相比李可,侯永勇在更早的2015年就得到过李明的关注。 那时候,李明作为国情队主教练需要收集海外球员的相关信息。 当时,年仅17岁的侯永勇,在挪威联赛出路锋芒。 我们当时感觉到他,他当时打的是一个进攻性的前腰。 感觉到他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特别在潜扎的意识,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当时,而且还有不错的对抗能力,所以当时对他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其实,侯永勇已经不止十次回到过中国,尤其是小时候。 他每年都会跟随着母亲回到河南老家。 他还去参观过河南监业的主场。 只不过,成为职业球员以后,他的时间都用于比赛,所以回国的次数减少了。 而北京对他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北京能做的太多了。 有很多要求在北京,因为我从紐约,我们有整个国家有5.5万人, 而且在北京就有4倍多的国家。 所以,有很多要求在这里。 我还有家人,我还有朋友来来 visit me as well, 作为中国最早引进规划球员的俱乐部之一 国安花费了相当的精力 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一旦规划失败 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 还会从整体上影响俱乐部的引员工作 因此作为总经理 李明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确实我们不知道他会办到什么程度 因为确实没有过这个先例 我们也不知道到最后是否能够真正能完成最后的这个 因为很多因素 比如说一个是办理过程当中出现这样大的问题怎么办 第二呢 那么球员产生的变故怎么办 第三呢 我们在注册系统上 或者其他他们产生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走一步看 当然我们是 就我们整个团队 我们是有分工的 所以对每个细节我们都把握了 每次我们都要有一个小组进行 每周都会有汇动信息的 我们也始终跟协会也保持一个紧密联系 搞定了规划手续 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如何帮助两位球员融入球队 融入中国的生活 也是俱乐部需要考虑的问题 球队帮他们安排了中文补习班 让他们定期学习中文 所以赛季开始之初 大家都看到了两名球员 可以比较流利的唱国歌 融入是这两个人 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而以后的目标也再清晰不过 在李明看来 两人都具备为中国国家队出战的实力 到规划到中国来 就是拿到了中国的身份之后 我觉得首先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首先我们像在世界也好 在足球领域当中展示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才能够回归到中国 第二呢 当然我们更希望 他们在融入中国文化当中 能够积极地 能够通过自己实力 能够代表中国 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 现在就不存在什么 规划或者其他的身份 所以他们要希望能够代表国家 能够终于荣誉 那么他们也确确实实实 到中国来 他们会回到中国之后 他们也确实有最大希望 能够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 感谢观看